面瘫该如何处理 我是原始点医学爱好者 请问面瘫病例怎么用原始点调理 几等张医师调理方法 请张医师详细解答 谢谢 好 我最详细的解答就是照书本上解答 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你面瘫那一定是头部体伤 所以真正要解决你面瘫的问题 就是把头部的体伤按开 那要怎么按 耳后四点 还有整骨下沿 整个的痛点都要找出来按 然后按完还要怎么样 还要加强热源 那如果按推面瘫没有任何改善 可以进一步再从脸部 周围找出 患处周围找出痛点来 加强按推 那按推都没有问题 再加强温敷 那如果脸部有问题 脸部还可以涂姜粉 甚至姜粉泥之类的 来一边涂一边按 那这个全面急救这些都已经有讲过了 那如果面瘫比较严重 或中风比较严重 我大部分会鼓励患者 把头发离掉 离掉之后 整个头涂姜粉泥 然后一边电热器一边照 一边涂姜粉泥 然后按推也一定要做到位 一定是大开关按完 然后如果还没有效 再按患处周围的压痛点 那这样处理速度就会加速 那我回答就到这里